不出意外的话这只野兔应该价值百万 因为它能让米歇尔在冠军之路上多坚持7天 如果其他选手还弄不到食物 那本期荒野独居的冠军候选人 就非米歇尔莫属了 他昨天在草丛中设立了几处陷阱 毕竟这小体格不在前期多付出点努力 只靠贝克类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话 万一后期发生了点啥变故 那就只能提同跑路了 按照剧情来说 第一个陷阱绝对是没有收获的 但周围还是有野兔活动过的踪迹 说明自己并没有看错地方 他能失误很多次 而野兔只能失误一次 这就是米歇尔目前仅存的优势了 再次检查了两个陷阱污果后 其的差点口吐芬芳 本来打算摘点浆果就收工 但不远处一个白色物体让他欣喜若黄 这是一只重达五斤的大白兔 其蛋白质足够米歇尔吃上一个星期了 特别是包下来的皮毛 关键时刻还能拿来当围帛 很快兔肉就被他处理得干干净净 虽然分量不是特别多 但在这场比赛中 算是有很重的话语权了 一口麻辣兔头肉下口 这样的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当然并不是所有选手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沃尼亚就在营地冷得瑟瑟发抖 他说昨晚有只不明生物一只在营地周围乱窜 听叫声应该是一只狐狸 还在防水部上面来回走动 弄得他整晚都没睡好绝 于是沃尼亚打算教训教训这只调皮的狐狸 他找到一片适合做陷阱的灌木丛 在周围放上一圈树枝 只留下一个大小正好的入口 把上次吃生的动物内脏放在中间 开口处再放置一个圈套 因为狐狸的嗅血非常灵敏 细心的沃尼亚还戴上了真皮手套格位 本以为一切都会按照他的剧情来走 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到了第二天 查看陷阱时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放在中间的诱饵消失不见 而开口处的圈套却没有一丝动过的痕迹 本以为是万无一事的良计 到头来还是啥都没有弄到 切得沃尼亚拿起弓箭 就到林子里四处搜寻 结果翻遍了整个拉布拉多山脉都没有找到 看样子今晚又只能吃一倍了 凯莉这边的日子也不好过 上次吃到蛋白质的时候还在上次 现在室外的气温已经接近零度 动物们几乎都进入了冬眠时期 可他除了坐在海边喝水 看着海豹捕鱼之外 啥事也干不了 于是凯莉现学现有 他用丝线手工制作了一张鱼网 之后又跑到野外 弄了两根柳树捆成圆圈 用树枝固定成笼子的形状 再把织好的鱼网套在上面 最后用薛仙的木棍做一个陷阱口 挂上之前吃的松筋内脏当诱饵 所谓人为踩死鱼为食王 只要有鱼赶进来 绝对能让他有来无回 随后将底部绑好石头 就丢入了海中 凯莉已经幻想到 里面装满大鱼的场景 激动地跳了一段老年迪斯科 阿莫斯是场上仅存的男性选手 这些天他的日子过得非常困难 一直靠着沙滩上的一倍为食 虽然也在丛林中布置了很多陷阱 但每次检查都是一无所获 而且因为气温的缘故 松鼠和松筋们也不见了踪影 阿莫斯失魂落魄地回到营地 这是他一天中仅有的放松机会 自从第七季放火烧山后 每一次生火都变得小心翼 但火种还是没有选择放过他 在他马上就要进入梦乡时 一粒顽皮的木炭带着火星子 飞到了阿莫斯的脖子上 疼得他第二天一大早还在吐槽 不过书归说每日的狩猎环节不能缺少 要是阿莫斯今天还弄不到食物 那大概率就要和百万奖金说拜拜了 不过这次运气还不错 有只冬天睡不着的松树在树上唱歌 但对于好几天没有进食的阿莫斯来说 鞠躬射箭变得异常困难 最后也是不负众望的把箭射偏了 就他这个状态来看 可能离退赛不远了 沃尼亚虽然上次补狐狸是吃了一回便 但对于乐天派来说笑笑就醒 他今天打算为营地添加一份新家具 只见他将地面刨出一个坑 然后在海边收集一些贬食 回到营地一阵拼凑后 一个大型壁炉就完成了 他还做了上去测量试压能力 看样子非常完美 接下来还需要制作楼顶的烟囱 他来到上边掀开了苔藓和防水布 然后用木头固定出烟囱大概的形状 再把石块一点一点的气到屋顶 一直忙活到晚上才做完这份工作 回到营地点上第一把火 这也算是有点家的样子了 镜头回到凯莉这边 她今天异常兴奋 因为现在正是陷阱收网的日子 路上还不停念叨着 最少都会有两条大鱼 但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 陷阱比我的钱包还干净 如果再不整点东西填肚子 兴许明天凯莉就会被节目组抬出去 此来想去还是只有一倍 但这玩意吃多了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 轻则呕吐拉肚子 重则反胃导致厌食 果不其然 一到第二天凯莉就感到浑身不舒适 肚子里一阵阵翻江倒海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去狩猎 宝哥真担心她会因此退赛 阿莫斯这边也好不了多少 因为太思念妈妈 她昨晚连夜加工了一个木勺 本以为自己参加这个比赛是随便拿捏 但现在时间才过去不到一个月 她却感觉像是一个世纪 在情绪的推动下 阿莫斯最终也还是拿起了节目组的诺基亚 对于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 能够回家 能够拥抱到自己的家人 比在外面为了这些虚无的金钱奋斗好多了 最后她已是说出了每位退赛者最经典的言论 好了本集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